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欧元对农威克朗该货币队 与我联系的嘉宾是DESK银行分析师克里斯托弗 首先请告诉我们 在最近一次会议上德拉吉发表了令市场失望的讲话之后 对于该货币队未来一个月的汇率走势影响有多大 首先一点当我们讨论农威货币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了解农威经济正在经历转型 从原先原油推动型经济转向更为多元化的经济模式 在这个转型期农威需要工资增长以及让货币贬值 考虑到工资仍然呈现下滑趋势 农威央行很清楚要与任何货币的升值作斗争 因此在上周四欧央行决定令市场失望之后 我们就看到欧元升值 这包括农威克朗的升值 这也让农威央行承受继续放宽货币政策的压力 综上所述我们预测12月份农威克朗的流动性将会变低 而且我们并不认为农威央行在12月17日会进行降息 在油价疲软的大环境下本年度的剩余时间内风险应该不会太长 所以我们对一个月之后该货币队的汇率预测是9.40 金城浓威公布的工业生产数据较去年同期大幅下跌9.3% 那么您对该货币队三个月之后的汇率走势有何预测 毫无疑问自去年油价暴跌开始 浓威的工业领域就遭遇了困境 至今影响任未消失 尽管一些主要的制造业指标显示下跌在减速 但金城的数据如此不乐观 说明最坏的情况可能尚未过去 关于三个月的预测 我们认为该货币队汇率将会波动在9.40至9.30之间 尤其是因为我们预测未来一个季度内增长仍然疲软 克朗的升值可能会受到传统出口行业 以及浓威非常高的财政盈余支持 但是如果浓威货币升值过快的话 我们也会看到央行将会采取干涉措施 最后一个问题 您对于欧元对浓威克朗六个月之后的汇率有何预测 从基本面来看 欧元对浓威克朗的汇率相当高 我们的长期价值模式评估 该货币队会到8.25 但是考虑到浓威的增长仍然疲软 这将会限制其货币上涨 但上涨终究会在明年逐步而缓慢地发生 我们预计六个月之后 该货币队汇率将会达到9.25 而12个月之后汇率预测在8.80 非常感谢您的意见分享 更多精彩 敬请收看杜高斯贝电视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